好 主播各位觀眾受到冷空氣的影響 我們今天早上起床 其實還是可以感受到涼意 那今天清晨在新北跟基隆 這個低溫都只有9.6度左右 那我們一早來到這個北投的復興公園 其實可以看到很多民眾一早都起床 來這邊泡泡腳 把腳放進去這個泡腳池裡面 都是暖呼呼的 那我們來問一下 今天是幾點過來的呀 哈囉 你好 你好 9點 9點喔 那你怎麼會一大早就想來這邊 來這邊可以看很多人 很開心 然後自己本身又是骨頭不方便 所以是天氣冷剛好嚴導 嘿嘿 就來這邊泡一泡 每次天氣冷都來 嗯 不一定啦 有空再來啦 對啊 就這樣 哎呦 其實免費的 你們大家都很開心 謝謝 好 其實他們都說 這個腳放進去這個泡腳池 好像感覺整個身體都暖了起來 那其實在白天的時候 也是會陸續回暖的 那北部跟東半部呢 高溫可以來到20度 中南部甚至可以來到23度 不過要留意的就是 周一的時候又會有冷空氣 還有封面這個影響 天氣又會再度轉涼 也提醒民眾留意天氣變化 以上是現場最新 我們將今天鏡頭交換彭妮